大家好,我是叶子 又到了吃鱼的时间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家常烧鱼的做法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关注收藏哦 我们现在开始操作吧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白鱼 也称之为翘嘴白 这种鱼的特点就是肉质比较薄,体型扁长 但是白鱼的肉质细腻,口感鲜香 清洗白鱼时一定要把腹部的黑膜全部去除掉 接下来准备泡好的葱姜水 在白鱼的腹部撒上少许的盐,揉搓均匀 再撒上适量的花椒 淋上一些料酒去腥 再把准备好的葱姜水均匀地淋在鱼肉上面 腌制10分钟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生姜 把它切成末放入碗中备用 一根大葱切成小葱圈和姜末放在一起 适量的香葱切成葱花备用 少许的香菜直接切成段 接下来把腌制好的鱼去掉辛香料擦干水分 然后在鱼的表面撒上一层薄薄的干淀粉抖动均匀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多一点的油 放入白鱼炸制 炸鱼的技巧刚开始的两分钟不要去动它 不然鱼肉会松散不容易成型 炸鱼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安全操作哟 鱼的眼睛在炸制的过程中很容易爆油 把鱼炸至表皮金黄再把它捞出来 然后在锅中留少许的油 加入适量的豆瓣酱用中小火煸炒出红油 然后加入大葱和姜末 把锅中的食材煸炒出香味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不用太多,没过鱼身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和鸡精一勺橙醋 汤汁烧开后我们把炸好的白鱼放进去烧制 用大火烧开转中小火慢煮 中途再加入香菜一起煮制 烧鱼的时候不能心急 要让鱼肉充分的吸收汤汁的鲜味 锅中的汤汁受至略微浓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鲜鱼的方法有很多 我采用了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倒出 最后我们再撒上漂亮的葱花提香 一道鲜香美味又简单的家常烧白鱼就做好了 我是叶子,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喜欢请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